知名日本森友公司生產兒童餅乾 因為遭到顧客投訴由異物發現生產過程 疑似有混入小動物的糞便 宣布召回這款餅乾共19包 而食藥署也證實有接貨日本森友公司 發布的回收通知 帶你來聽一段最新說法 那目前我們已經通知輸入業者 有6家的輸入業者 有輸入這家公司的餅乾 但是不是有輸入應下架回收的批號 還在跟原廠確認當中 重量是231.92公斤 至於這些進口的產品 是不是屬於日本原廠應下架的 已經通知國內的輸入業者 跟日本原廠做確認 消息表示經過查詢 通過輸入查驗的產品 而且尚在校期內 總共有6家輸入業者 不過是否為問題批號 仍需等森友回覆 也請台灣輸入業者 確認有無接貨原廠的回收資訊 若有不符食安法 必須自主通報 配合衛生機關機查 就說是否則不符食安法 谢谢大家